北戴河会议一结束以后 就有了另外一个时代的花分点 天翻地覆的新启动开始了 一旦习近平跟沙特阿博也就沙特 谈好了新的地友以后 不但是能源问题解决 人民币很可能会在2023年以后 成为与欧元并驾崎岖的 第二名结算货币 谁能够控制中共 谁就可能控制全世界 习近平主席啊 他很快的会给我们 一个崭新的石油世纪的面貌 美国形同于退出 九成以上的中东 那么中国握有最重要的石油矿源 那你认为白人继续居上的世界 是往上升还是往下降呢 你来到欧重庆的天下大事预测 北戴河会议从1953年开始 今年依然举行但今年特别重要 为什么因为整个北戴河会议一结束以后 就有了另外一个时代的划分点了 天翻地覆的新启动开始了 习近平一结束了北戴河会议就到了锦州 为什么到锦州 他到锦州是为什么呢 很简单 当时的三大会战 锦州是整个三大会战的起始点 后面呢就是我们知道的徐棒会战 三大会战一完 那么就是中国现在的1949年的新中国 所建政的开始了 那么从锦州开始有了新的讲话 意味着现在的中国 在2022年以后 他有了全新的发展 我们看到马上的新发展就是 习近平宣布在G20以后 他要前往沙烏地阿拉伯 去会见老国王与新国王 这意味着新的石油政策 将在整个中国展开 也意味着整个中东的发展 和世界的格局会有全新的调整 那这将是从2016年以来 所谓的美中贸易大战之后 经过了整整六年 有一个新的划斑点 这个新的划斑点在这里 把话直接说明 那是一旦习近平跟沙烏地阿拉伯 也就是沙特谈好了新的地有以后 不但是能源问题解决 而且过去长期以来 以大多数都是美金结算的体系 那么中国将会以人民币 作为一定的交易方式 换言之人民币很可能 会在2023年以后 成为与欧元并价齐区的 第二名结算货币 这个北戴河会议在今年 一完成之后我们看到 习近平立刻北上 紧终讲话 而李克强南下讲话 两个一南一北 分别提出对经济 非常重要的宣誓 这个重要的宣誓 我认为就是对于整个美中贸易大战 华下一个全新的转折点 或者是节点 那么拜登呢 拜登现在当然仍然是民主党这边 的重要领导人 而且白人仍然以他为中心 这个新的领导队伍 他们毫无疑问 会守住他们的核心利益 但我们请注意 过去美国守住的几大 重要的核心利益区包含哪里 包含欧盟包含中东 以及第一岛链 那么我们现在看看第一岛链 美国显然是没有办法完全守住了 所以他才要把很多的责任 丢还给日本跟韩国 而实质上不能守住的最好的证明 就在前几周的巴斯海峡 台湾海峡跟公共海峡 他们完全棄手还把里根号开远一点 那么台湾竹竹呢就被大型水面舰 中国就派了六方的危机好几天之久 这意味着美国他其实确实没有办法 有效的像他们过去一样 控制全世界主流的55个海峡了 这个美国贸易大战呢 在整个第一岛链 他们可以说是另类的挫败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 他另一块重要要守的位置是什么 那就是中东 为什么要守中东呢 过去雷根或者叫里根曾经说过 谁能够控制中攻 谁就可能控制全世界 理由是什么 理由很简单 理由是过去120年里面的 所谓石油世纪 也就是足足hold住 第二次跟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关键因素 石油 也造成过去至少5次以上的石油危机的 关键地带 中东 美国在拜登上来以后 甚至在向前再推一些 应该是说从川普所在的时候 就已经起了关键的变化 那么原因很简单 是美国的经济撑不住守中东的队伍了 在川普在位的时候 美国还可以有5万多的军队 到了2022年 拜登所在的时候 美国在整个中东就只剩下2万左右了 而且我们来看看他所要守住的地方在哪里 他守住他的核心区 那就是犹太人的所在地 因为犹太人控制美国主要的金融 还有他的军工产业 甚至很多所谓高级高贵的产业 都是在犹太人的控制之下 那么美国当然就会和以色列新手相连 所以他们最重要是要保护以色列 而在中东他除了保护以色列以外 你只要稍微核对一下就会发现 他所仍然在意的是有钱 而且重要多金的位置 那是巴黎还有科威特 另外的就是所谓相关的关键地带 何谓相关关键地带 那是叙利亚 虽然叙利亚他的油存量没有那么的多 可是他有港口 可是他的位置又非常临近于以色列 所以他不得不守 那你可以看 偌大的中东 对于美国来说 是不是就已经退守到巴黎 科威特以色列叙利亚 那么谁的力量接着进到中东呢 这是中国的力量 所以习近平在北戴河会议之后 做了一个锦州讲话 做了关键的扭转 是他将在G20的会议之后 他会到沙特去 也就是沙奥地阿拉伯 那么我们知道 沙奥地阿拉伯 他每一天可以传800万桶的石油 光是沙奥地阿拉伯的800万桶 再加伊朗的400万桶 再加中国自己本身也有350万桶以上 还有韦瑞瑞拉 这几大块的时候就可以确保 中国的石油工业和整个工业的燃料 利于不败 我这样讲 中国到目前为止在适合世界工业的产值 仍然占了世界的20% 这个毋庸置疑全世界都知道 那么世界工业产值 可以说是维持整个世界经济的最重要命脉 而不是观光业和服务业 因为你知道观光业和服务业 只要一带萧条的时候 他就会立刻萎缩 这一点只要看看 最近的台湾就知道了 一旦疫情来 一旦任何有灾难来 大家首先就是先把观光服务业 给往下降 包含比如说电影啦 旅游啦 饭店啦 这些相关的产业 也就是说他能不花就不花 就会是这个局面 那么全世界的不景气 不会只有在过去的 三年的疫情 而会在持续未来的 各波金融风暴之中 我们曾经在我们的节目说过 年底欧元就会出大问题 整个欧盟区也会产生严重的 天然气不足和不景气的问题 甚至还有粮荒的问题 那我们就来看 中国会不会受到欧元区不景气的影响呢 如果习近平能够把中东这条线 完整的打通 那么中国就会受到极小的影响 而且在整个世界不景气的环节中 反而中国的抵抗力就会成为最坚固的 为什么 理由是过去的三年呢 习近平使用的特殊的经济疗法 我们称之为休克疗法 再加上刘鹤所提出的双内循环 还有他们独特所运用的沉船计划 与一带一路的连结 这几项呢都使得中国走了一条 独特的道路 正如同啊 过去几年里面 习近平自己说了好几次 是中国要走自己另外的一条 艰苦的道路 而且另外走新的 长征道路一样 那么这个道路呢 走到2022年北戴河会议 他算是开了一条新的路了 我的意思是说 经过这么久的休克疗法 和相关的各种布局 中国原来所隐含的问题 总算是软着陆 而且接下来开始要进入复苏状态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出 世界经济的整体格局跟布局 中国稳住了大约20%的工业生产的绝对值 这一点美国透过他各种力量 想要再减少工业生产于中国 那是难上加难 也就是说他想要找别的地方来替代 是真的不容易 那么美国本来想要找哪些国家来替代 其他的工业生产呢 本来世界工厂的中国占的40%甚至以上 现在降到20%他还想让他往下降 但能不能呢 答案是确实做不到 那其他几个想要取代的地区 是什么或者国家是什么呢 分别是越南柬埔寨 泰国 印尼 印度 甚至约旦 和埃及 那我们所看到这几个国家 是不是真的能够取代这些工业生产呢 答案 很困难 那么中国在石油上一旦稳住 除了他燃料稳住 除了他保冷的问题解决 还有什么解决呢 跟各位报告 他的石化工业解决 他的榜织工业解决 以及他的整个土木建设 也完全获得解决 换句话说 相关的材料和燃料问题 他至少到公元2100年 也就是现在往后数个80年 问题大致上都获得了解决 那么美国原来想要发动的 美中贸易大战 虽然从华为着手 从孟晚舟着手 可是这个着手的结果 只不过是 削弱了部分 原来中国可能在5G产业 或者是在奈米科技上面 可能占有的重要位置 但山不转路转 中国所有的企业家 还有这些重要的战略家 当然绝不是吃素的 只要他内部完成整合 好了 那中国就可以一致的 向外去好好的发展 这个向外的发展 最大的重点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关键看点 确实就在沙烏地 阿拉伯或者称为沙特 而为什么这个地方重要呢 为什么又是在这个时候呢 别忘了 全世界剩下十几个主要的王室 最有名的王室 无非是英国女皇 还有日本天皇 再来呢 就是沙烏地阿拉伯的这个老国王 但是和英国日本不一样的是 沙烏地阿拉伯 沙特这位国王是有实权 和英国日本只是象征权 那可大不相同了 但是同的部分是什么呢 是这位老国王啊 他和伊丽莎白女王一样 活得特别窮 活到97岁 但实在真的是年纪很大了 他呢有45个儿子年纪也都大了 于是呢 他就直接要把王位传给现在37岁的孙子 也就是说沙烏地阿拉伯 他们将有新的王室成员 会成为未来的领导人 那么这时候整个国家的格局 是不是就会有了重大的改变 请注意 目前为止 沙烏地阿拉伯 仍然是世界第三大的石油产出国 而且他的生产成本几乎最低 曾经低到3块钱不到美金 就一桶 而现在呢 也大概也就是4块钱美金一桶 这个成本如此之低 产量又如此之大 中国在这里如果能夺得先机 而且他只要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交易 用人民币来交易 那么人民币可就越来越 赤手可乐了 过去三年里面一直有海外的势力 特别是在北美里面放出说人民币会大贬值 结果完全错误 既没有大贬值也没有太大的震动 除了房价当然是因为房子太多有了震动以外 但是整个人民币它是维持它自己的价位的 换言之 中国的工业撑住了整个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度呢 这件事情是不用质疑的 但是我们知道要维持工业 那它关键在哪呢 关键正在燃料 包含石油和天然气 特别是石油 你知道有太多的工业产品 没有石油是产生不出来的 这时候沙特这个老国王 他正要退位的过程里 习近平到了那边 一定会有一个全新的商量 而刚才我跟各位所报告的 北美他们其实已经从中东开始撤退 严格来说就是美国 几乎他只能设法守住最关键的金脉 或者是他们关键的相关亲戚朋友 那就是以色列包含科威特 巴林和叙利亚 这样一来我们看中东的大部分格局 几乎就退让回 中国的手上 而俄罗斯现在呢几乎是没有空 只能管乌克兰那边 所以三大势力呢 中国现在是最有空经营中东的 再把刚才的话给大家复习一下 雷根说谁控制了中东 谁就控制了全世界 这话大家记忆犹新 于是美国对于中东 几乎是90%的放弃了 那么谁都知道 中东那边除了阿拉伯 沙特是重要的国度以外 那么还有伊朗 还有伊拉克 这些都极其重要 还有阿联酋 而伊朗和中国的关系那是不言可遇 好了 那么习近平是不是就在这里 等于赢得一大盘的中东棋局呢 答案当然是如此 你来到的是天下大势预测 我们听听观众朋友的问题啊 我刚刚问到教授说就是 人民币他的地位似乎在提升 那他会取代掉美金的几成呢 人民币啊 目前为止他在世界的这个交易量 应该是在第三 那我估计啊 你短时间要把美金完全打败是不可能 不过呢 要拉到跟欧元一样成为第二名 或者超过英镑 这个事情很快就要发生 因为呢 毕竟你占了20%的工业生产品 这个工业生产品 他不是说移就能移 因为工厂的员工的训练 以及各种原料 还有各种配置 不是说移动就可以移动的 大概这样讲吧 在过去的三年里面 美国可以运用了所有设法 把中国原有占有的工业基础利益 设法往东南亚移的 大概都移的差不多了 现在呢 恐怕已经可以完全的看出 那个停损点在哪了 所以我们回头来看看我们新的 沙特的王储啊 这个沙特的新王储啊 的上任 我认为会是 全世界另外一个矚目的焦点 沙特的新王储 才30多岁 以现在的医学 再看看他的 爷爷 是如此的长寿 那我们可以看出来 他可能是另外一个60年的 新的 沙特亚拉伯的石油市集 而我们目前看 沙特海还有多少的存量 如果继续以现在的油量输出的话 那他至少还可以提供全世界 80年的石油供给 80年 那都已经越过了2100年了 那么换句话说 在第四波工业革命 和第五波工业革命的过程里面 石油的供给 将对中国不构成任何问题 整个沙特阿拉伯 他的关键位置 还有另外一个重点 所以我们知道长期以来 在中东啊 这阿拉伯人 一直和犹太人 其实是不和睦的 这个不和睦是多元的 我们这样说 我们几乎很难找到阿拉伯国家 和犹太人 是友善的 而犹太人 在整个中东 某种程度上 他是孤立的 连在以色列世界里面都有一个 巴勒斯坦 那么美国 为什么会只退守 以色列 叙利亚巴林跟 科威特 当然是他只能守住 最重要的金脉 这一点 我给大家做一个比喻 到目前为止 美国所守的第一岛链 只守住两件事 哪两件呢 第一件 第一件就是 半导体 而且是 5奈米以上的 半导体生产 这是他第一个要守住的 而第二个要守住是什么呢 是从 东海 一直到 马六甲海峡 可以保持的 货物或贸易的 自由航行 美国其实只有守住这两件事 那么 这两件事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美国就是要把他的利益 给守住 而这个利益就叫做对于美国人的 关键利益 好在这个时候世界的经济格局 美国就不是他一个人说的算了 中国也有他独特的经济格局 所以我们现在看 中国等于划过中亚 南亚 一直到中东 甚至到部分的南欧 中欧 有了全新的经济格局 这个全新的经济格局 会从G20和习近平 与萨尔尔阿拉伯 产生连结以后 有了一个 关键的 化学变化 这关键的化学变化 是从石油 它的整个交易 开始 也就是说部分的美金交易将被取代 换言之 美金交易体系 开始向五成以下滑落 欧元的交易体系 也会从它一层四 也会逐步的滑落 人民币在过去三年里面 被畅衰之后 竟然开始由黑翻红 这证明的是什么呢 证明是习近平所主张的 或者是主持 以及由刘鹤还有英刚 这群经济学家 或者是金融官僚们 所以共同改革的中国经济体呢 产生了新的结构组成 这新的结构组成 跨过过去的一带一路 和有我们所知道的 这么多的休克疗法 已经完成了新的盘整 至于美国喜不喜欢 美国恐怕还真的管不着了 那美国为什么管不着呢 是因为美国根本没有力量 养这么多的军队 就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在川普到达伊拉克的空军基地 那一回我还记得是圣诞夜左右 那个时候美军还有五万人 可是之后美军瑞减 只到两万人 毫无疑问 是美国真的没有这么多的钱 可以支撑在中东 做出各种军事维稳 或军事维和的力量 可是这点恰巧对于中国来说 就不是巨大的问题 而且要维和住 或者是维稳住中东的 整个石油运输 或者是阿博地区的石油生产链 对于中国来说 却是一如反掌 我观众朋友说 中国军队他不可能进入到 伊拉克阿富汗 然后也有人说 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的 那老师的看法是 天下是当然没有什么是绝对 最明显就是过去大家认为 中东永远是美国的地盘 结果谁想得到 中东竟然成为不是美国的地盘呢 我先把另外一个 值得复习的图片给大家看看 我们来看阿富汗 阿富汗 阿富汗这个国家 大家应该还记忆犹新吧 阿富汗当时发生什么事 不就在去年吗 美军撤离阿富汗 是以什么方式撤离的 是一种世事皇上的方式 还把人给推下来 我这就不说 美国人道不人道的问题 我们就写说 他为什么走得如此仓促的问题 这么仓促 很简单 没有钱维持了 非走不可 打战 打的是银两 没钱维持就别想打仗 而你要派兵到国外去驻军 这个从古代开始 就已经是如此 咱们不管从汉朝 水朝 唐朝 宋朝 明朝 清朝 都一样 你的军队想要往外扩张 有一个关键 那就是钱 一样 在1937年蒋介石他们开始 严重的落败 是因为他大量的白银外流 这就使得后来 再过10年之后 蒋介石政权就进入了 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跟通货膨胀 那1948年在北京城每一天就饿死200多人 那种局面 而且整个通货膨胀 膨胀了上千万倍的局面 钞票竟然比白纸还要更廉价那种局面 正是跟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所以美军会撤离的原因 你只要想想美国的通货膨胀 以及美国他所面对的 经济萧条问题 你就知道局面 当然他不得不先从外部 他可以抽回的力量去抽回了 中东隔壁的中亚 就是他先实施的第一战 大家曾经讲说阿富汗啊 他是帝国的坟场 是不是我们先不论 但你要进到阿富汗好好守下去 你得花很大的钱 我们确定的一件事是 美国花不起这个钱 美国既花不起钱 在阿富汗 美国也花不起钱 继续在叙利亚 那美国还能够花得起多少钱呢 我为什么说他也花不起在叙利亚 因为在叙利亚他的军队啊 也不到2000人了 可是叙利亚他还是得摆摆样子啊 因为毕竟距离以色列实在太近了 那我们说整个庞大的中东地区 阿拉伯地区还有哪些力量呢 大家都知道 阿拉伯地区主要还有另外几股力量 分别是土耳其 伊朗跟阿拉伯地区 尤其是以萨利亚伯为首的地区 这几块我就请问观众朋友们 美国拿下了吗 美国没有拿下 我们给大家看看 土耳其跟他的领导人阿尔多安 这个图给大家做个提醒 土耳其什么地位 他可是北约盟国啊 为什么把土耳其放入北约农国 而且不把他放入欧盟呢 因为在战阅利予上他太重要 他恶守住 博斯普鲁兹海峡跟达拉尼尔海峡 而且只需要一两艘大型水面舰 就可以控制住这个地方 他是要守住俄罗斯往外走 是要保护欧盟的安全 所以他被放入北约 却没有被纳入欧盟 虽然土耳其一直想要成为欧洲国家 那么照这样说在军事上 把守这么重要海峡的土耳其 他在哪一边 答案是现在土耳其 以及他的领导人阿尔多安 他比较倾向于站在俄罗斯 和中国的这一边 只是没有完全的跟美国说再见 这种局面和印度十分相像 但是他做的比印度还要夸张 我这样讲 如果北约的盟国 土耳其 你美国都没有办法完全掌控住 没有办法完全让阿尔多安听你的话 阿尔多安最要好的朋友 其中之一是普丁 另外一个是习近平的话 那你认为 美国在中东的位置如何呢 答案就是非常的不如何 他连北约的东大门 土耳其这边 他都难以守住 中东的整个势力和板块 会由于我们看到土耳其的变化 还有沙兽地阿拉伯 它石油以及人民币结算的 这几项巨大变化 看到整个世界格局的一页之球 这已经不是春江水暖压先驱了 而是已经是世界格局的重大调整 换言之 中东的变化是意味着 整个世界体系有了重大变化 石油往哪里走 整个世界工业就会往哪里变 这句话请大家记得 那石油世界还会支撑这世界多久呢 答案是200年 因为人类就算不用石油发电 他也必须要有各种石化产品 人类想离开石油的生活 200年内是做不到的 那么谁控制石油 谁拥有所有油田 几几乎就已经稳住了这个国家工业发展的一半以上 这一点中国在此可以说2022年夏天起获得了一个重要的头彩 而就从北戴河会议结束之后就有了这么一个巨大的转弯 至此你可以说 2019年美国所发动的印太战略宣布失败了 前面的一个中纪战的检验是在佩洛西到台湾来之后的整个礼拜 三个海峡 美国毫无办法把中国的航母或驱逐舰做任何的位移 而且中国航空母舰除了三东号 辽宁号 福建号以外 很快的还会再增加三艘航空母舰 而且攻击力和续航力还会更强 你说美国的海权 跟控制所有的海峡和控制油田这两项重要的指标 不就完全退守了吗 确实如此 你难道是我们的天下大事预测 观众朋友是又有其他的问题了吧 有观众朋友他提出说 如果中国他想要进入到中东地区 他最大的阻挠会是俄罗斯吗 中国啊 现在进到中东地区 几乎是必然的事情 而俄罗斯完全不会采取阻挠的态势 因为中国和俄罗斯是个合作的关系 我们知道俄罗斯他现在的人口呢 是1亿4千万左右 但是中国还是有10亿以上的人口 而且许多的工业生产 都已经由中国来提供 而俄罗斯那边主要是粮食跟天然气 还有石油的提供 我们知道俄罗斯也一样是石油的重大生产国 所以这两个国家呢几乎 没有什么条件翻脸的哈 而且他们两个是国土啊交接长度 我们边境长度最长的国家 所以这两个国家势必必需要合作 那这中间呢还有中亚五国啊 也是另外我们值得评估的标准 我们看到中亚五国所占的位置 不是往俄罗斯就是往中国 这一点你可以看到美国几乎是无能为力 如果你再往东南亚南亚稍微看上一看 你认为美国在整个东南亚南亚所占的力量 真的能够有个三分之一吗 恐怕很难 他还真只是维持他所谓的自由航行而已 你就再看看另外一个重要的油田 韦瑞瑞拉 大家知道韦瑞瑞拉这个油田 和中东的伊朗是一样的如此的重要 韦瑞瑞拉和中东的油田 为什么重要 我们现在啊 你只要稍微搜索一下 看看这个数据 大家就知道了 韦瑞瑞拉在三年前 有著名的马杜罗跟瓜伊多之争 美国甚至已经就直接承认瓜伊多了 而对于马杜罗呢 他说完全否定 那么结果是什么 美国所支持的瓜伊多和他所有部署 全部呢 成为借下囚 或者全部罗难 而他所否定的马杜罗仍然屹立不遥 而这个时候中国支持的马杜罗呢 是全面获胜 韦瑞拉很多的油田 就直接成为中国的支持点 你要知道 韦瑞瑞拉和伊朗的油田 对于全世界的油肠矿产来说 他的地位绝不逊于 沙特或者叫沙烏地阿拉伯 光是拥有这几个油田 跟中国自己内部的油田来说 那中国就已经利于不败 本来韦瑞瑞拉对于美国来说 是在美国的南边 是美国的后院啊 照理说美国没有理由照顾不好 我请大家好好回想一下 当时处理韦瑞瑞拉的事情 美国不管是CIA 或者是他相关的军事外交系统 做了多少的借助多少的喊话 结果韦瑞瑞拉有没有按照美国的发展 发展呢 答案是没有 光是韦瑞瑞拉案例跟阿富汗案例 还有伊拉克的案例 再加叙利亚 你几几乎就会说 美国他的控制力 是已经非常的弱了 如果再加上这次的台湾海峡 宫古海峡 和巴斯海峡的话 那么美国看起来 就只剩下控制三奈米内 部分的半导体 还有部分的医疗高科技 和太空科技这一块 是他们还能够拥有的区块了 照这样我们有了新的答案 我们再来看看 37岁的新国王长什么样子 37岁的新国王 当他登基的过程里 几乎就已经给了我们 一个全新的开始 那意思是 这个习近平主席啊 他很快的会给我们 一个崭新的石油世纪的面貌 我在这里向各位报告 当沙律阿拉伯和中国 有了全新的地有的时候 中东的局面改变了 美国形同于退出 九成以上的中东 加上伊朗 稳瑞瑞拉 这些重要的石油库存国 那么中国握有最重要的石油矿源 那么未来的工业世纪 仍然中国会稳居 百分之二十或以上 那么全新的世纪和全新的 世界货币交易 人民币会继续稳住它现有盘局 而欧元却往下掉 那你认为白人继续居上的世界 是往上升还是往下降呢 天下大事预测 已经给大家答案 等待下个礼拜和你在这里见面 感谢大家 海荒鲍鱼干杯 EXO醬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ZTI714 享有折扣哦